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提出戒为定基 定会双修的法道 佛教中禅宗修炼很注重戒定会三学 提倡因戒成定 因定发会 要求四大皆空 断除一切烦恼 在禅定时首先要做到沉思 净律 心医 除此之外还要求投平正 身正直 焉威必观彼 舌田善恶 五心朝天 气沉丹田 在我们打坐时因姿势稳固 舒适 故急易打开会音学 会音又称铁门是万贱不辱之地 松此学可牵动全身 有利于血脉流通 气息运行 启动真气而又不外散 另外在我们打坐中还必须做到下时上虚 所谓上虚 是指其以上的上缘轻虚 所谓下时则是指其以下的下缘充实 因身体的重心都放在旗下 故极力于气血流动 静脉畅通 加之配合心息 这些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慢性病的恢复大有好处 中国传统的打坐养生功法 实际最早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皇帝时代 据有关资料介绍 87岁的郭沫若合活了101岁的少帅张学良 在年轻时都常洗打坐 故而长寿 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陆游命中时85岁 他年轻时学禅修道也长洗打坐 所以直至晚年身体都十分健壮并头脑灵活 据2000年4月5日世界科技一报报道 美国马赫里希处置大学自然医学和预防中心主任 罗伯特·施奈德经多年研究后说 超脱静坐似乎能够恢复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和自我平衡的机制 对神经激素和部分神经系统起作用 从而有助于缓解心脏病症状 这种技术是一个自然轻松的过程 能使你达到舒适安静的机敏状态 研究人员还说每天静思两次 每次20分钟这是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方法 并可用作传统心脏病治疗的辅助手段 坐禅不但可增长功力及养生疗疾 另外还可以开悟增至顿悟宇宙人生大道 宋朝时期文学家陆游苏东坡欧阳修也携修打坐 应当说以上几文豪能够写出如此众多唯妙唯孝的盖世佳作 与他们静坐练功带来的灵感是分不开的 打坐跪在自然舒适妙在自然天成 打坐的关键就是在望我中入境 而只有这样才能证悟人生大道世界真地 愣言经约 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主自由 在科学高速发展到今天 人类仍面临着众多的不解之谜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 人们在超觉冥想中的身心训练 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 在悟我两望状态中的真实体验和内省的微妙感受 这将有助于揭开我们人体自身之谜和宇宙万物的奥秘 打坐的意义不仅仅是养生与开悟 另外它还可促进学习增强记忆 王阳明认为静坐可达到聪明日开 德性坚定 释迦牟尼在长时间的超觉静坐修行中悟道成佛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对宏观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 并对弟子们说 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自古以来打坐大多主张 面南背北或面北背南 因北方属人鬼水 南方属丙丁火 如取南北方面练功 则能取北方坎中之蛮 补人体命门离火之须 使之达到水火相继 阴阳平衡 另外在五行中的活与水 还和人体的心和肾相熟 南方相应于人体之心脑 北方相应于人体之肾 心海主神明 在五丧之中占首要地位 在这里所说的神 实质大脑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的功能 张景悦悦 脏腑百骸 为所知命 聪明智慧 莫不由之 另外 心野主血液运行 如气血充盈 则神智清晰 思考灵敏 记忆力强 祖国医学也讲 脑为元神之府 头为诸阳之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打坐时 首先要排除杂念 并双目为何 而这样做极有利于物我两望 而更主有的还有剑脑之功 开武之效 再则脑也是我们练功中很重要的上丹田之位 素问 灵兰密典论中称脑部位 君主之功 我们知道五行中的活与水和五行中的长与脏相属 并与五正中的明和静相合 而腹部又是人体中极为重要的下丹田之位 故以上这些方法理论 都有利于我们打坐练功 如从现代科学来解释 南北方向练功也是有道理的 地球有南北两磁极 而我们顺着地球磁极方向练功 可使人体生物磁场磁化加强 故能调整人体各器官的机能 并起到良好的练功打坐效果 在我们修炼打坐时 也可取紫石面北 五石朝南 或根据自己感觉 寻找打坐方位 地点 时间 一切以自然 舒适 效果而定 众所周知 在埃及尼罗河畔有许多古老的金字塔 在这些神秘的建筑中 存放着法老的尸体和祭物 历经沧桑几千年后的今天 当人们打开这些灵墓后 却惊奇地发现 法老的尸体并未腐烂 很多物品也没有损坏 科学家还发现在塔内 三分之一高处放置牛奶 鲜肉 蔬菜等食物 可长期保鲜 将普通水放于塔内 几小时候洗伤口 伤口会很快愈合 浸泡种子 种子的发芽率会大大提高 人如喝了 不但可经历 更充沛 而且还能治疗某些疾病 更为惊奇的是前苏联科学家用铜网制成金字塔模型 并将钟表放于塔内 结果发现钟表走慢了 让一些受试者进入模型一定时间 而当他们走出来后 自觉疲劳消除了 体内似乎还补充了未知的能量 许多人甚至还诱发出不可思议的潜在功能 据美国 日本 荷兰 加拿大 埃及 捷克等国家科学家研究后 一致认为 金字塔能够接收并汇聚宇宙中的未知能量 并能使某一特殊的频率发生共振 科学工作者对金字塔结构研究后 提出了内心 重心 锤心 并与塔内三分之一高处的圆心 形成四点合一的理论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古希腊毕达拉斯学派的人们 发现了正五角形做图法的同时 也发现了形内对角相交各点的比例 他们认为这样的正五角形是一种神秘的形状 而五角形内各相交点称为黄金比或黄金分割 其比值就是0.618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 德国的美学家阿道夫·蔡金 在生物体和生物型的启发下 意识到美的根源就是物体比例的恰当组合 如植物叶片之间角度的比值和人体的比值 及自然界中许多数字的比值 他经认真研究后强烈主张 把各种物像用黄金比的方法划分 认为只有这个比例才意取得美的最好效果 所以说黄金分割最初是因其比例在造型艺术上的岳目而得名 黄金分割这个奇特数字终于在冲破了原只有在几何学中岳目的范围后 又在很多领域体现出古希腊人寓意深远的种种神秘 让我们再认真地审视一下标准的坐禅姿态 大家都会不难看出 这同样也是个近似三角形的金字塔形状 而从头顶至下的三分之一处正是夏丹田所在之地 也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之处 我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的方向是正南正北 这与我们打坐推崇的方向完全相同 故更会增加许多神奇的效果 丹田为藏经之府 同时也是炼金化气之所 丹田的真气充盈后可顾本培源 储存能量 另外丹田还是任卖都卖冲卖精气运行的起点和归宿处 同时也是血气汇集和真气升降的生发之地 丹田是性命之祖 生气之源泉 故历代养生名家都极强调夏丹田的修炼 松尚所说 打坐的作用不仅仅是强身健体 屈病延年 开会增至 他还对探讨研究功法和人体生命科学的奥秘 起着积极的作用 你赞同小万的观点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吧